主席 院长好 首先我来请教院长 从今天的媒体 有好大的报导 民进党的主席 蔡英文 她昨天宣布 要参选 总统的一个出选 她在报纸上面 大篇的报导 说如果她当选总统之后 她要会合一 合二合三 停和事 另外一个候选人 施政昌 他就是说 不能喊停就停 针对这两个人的说法 院长有什么看法 我刚才也报告过 对任何国民 何况是 众所瞩目的 在社会上 有一定地位跟影响力的 同胞 对政府的公共政策 有任何的评论 不论是包是匾 我都要表示尊重 第二 政府对于重大的公共决策 一定是谋定而动的 和事过去 从开工 施工 然后到骤然停工 造成 震荡 创痛俱身 所以基本上 在复工之后 又追加很大的预算 现在 初步的在兴建 已经 推动到 即将在明年底 就到达完工的程度 那如果在安全 确保无虑的情况下 让他投入商转 对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 人民的生活 提供贡献 这是政府到目前为止 在执行的目标 但是 如果因为其他的因素 谋未定 而动 那就是轻率的动 那如果反反复复的 建了又停 停了又建 建了又停 那中间所堆积的预算 包括原本的预算 跟追加的预算 然后造成民众 跟投资者 反反复复的这个印象 再加上 如果没有很详实的评估 如果引起对供电的 重大的影响 使得民生 跟经济的发展 都遭遇到更大的挫折 这种重刀覆车 再三反复的作为 政府是不取的 那么我请教院长 我们何事啊 现在已经投资了多少经费 几千亿啊 数千亿以上 最近 最后一次啊 就是我到餐以后 大概总结过去 我们还要再增加的经费 合计会超过 兩千多亿以上 兩千多亿 那么总造价是四千多亿啊 是不是总造价 合适的 连同土地采购 建筑 还有利息的演当 这个数额 我要再精细的考虑 因为这一年半以来 我们这次要办 最佳是一百多亿啊 就是中间 产生一些 这个缺点嘛 就是圆能会去找的 我只举其中一个明显的例子啊 它有很多的染线 电染线 我看到圆能会检查当中挑出的缺点 看那个图 然后实地去了解 他圆能会很清楚讲 这些染线都都融在一起 没有把它梳理清楚啊 万一 如果染线有一点受潮湿 或者其他方式 两条电缆的包覆的那个塑胶 坏掉的话 那可能就因为 电就会走火 那一走火可能就变成 重大的伤害 就所谓魔鬼常常藏在细节里 所以细节的疏漏 可能造成重大的伤害 所以圆能会严格的要求 这个一定要分别梳理 让它不会有产生走火的这个状况 那我支持这样的状况 所以这个也是追加预算里头的一部分 所以合计大概要追加一百多亿啊 来确保核市的安全 那么据我所知啊 就日本啊核电厂爆炸之后啊 我们的国人啊 对兴建核市的意见是这样的 他是说如果现在政府在继续啊 推动啊核市的兴建啊 大概有百分之六十以上是反对 那么在另外一个调查意见里面啊 他是反映说 现在核市啊已经将近完工了 你同意不同意再支持核市兴建完成啊 那这个意见又相反了 又有百分之六十以上啊支持啊 核市啊要兴建完工啊 继续使用 这不同的哦 那问建调查的那个意思啊 就有不同的表示的意见啊 所以现在国人啊 还是非常赞同啊核市啊 要赶快来把它兴建完成 来起用 然后呢 合一合二再来 会合一合二 这是大家国人的一统看法 大家一次的看法 所以现在呢 民进党主席啊蔡英文啊 他就利用啊这个哦 核市的问题啊 日本大地震啊 核能爆炸的问题啊 来做戒体的发挥啊 要来影响他的支持度啊 所以我是在想啊 假如真正啊 二年一二年 那个 蔡英文当选总统 如果呢 会核市 停核市啊 核一核二停掉的话 那么将来电力不足的话 我们政府有没有其他 囊眼再能够期待的 那请教一下 谢谢 林委员 我对于 在野党的领导人 一定要表达 适度的敬重 所以我不会去评论啊 他的言论到底是如何 但是我们政府 有政府的基本的政策 第一 就是一定要确保安全 第二 要考量到国家的需求 也就是说 如果这个核电厂 你不续建完成 在安全无虑的情况下 你竟然把它抛弃掉 那供电的安全能不能做到 第二个 国际民生 经济发展 会不会受到影响 另外你如果因此 又反复做出不同的决定 对于大众的信心 包括投资者的信心 又会有什么样的波动 这个民国八十九年 已经有很深的创伤在那里 国人记忆犹新 所以我们会很审慎的来处理这些 至于您刚才提到说 如果核能不做 那到底用电会如何 有一种说法 说我们的备债能量 还多余了 有十几%以上 那可以把这个拿掉啊 他是不懂得实际的运作 你一个全国这么大的 有火力发电 有水力发电 有核能发电 有烧油的烧煤的 好多个电厂 你如果没有一些被载的容量 那如果中间有个 也要税修啊 那个所有的电厂的机组 不是二十四小时 整个都要去做的呀 比如说你有两个机组 有总共几十个机组 中间一定有一些是要来税修 还要维护的 那假设这中间又有个电厂 突然间发生了状况 那可能全厂要暂停来修复 那如果你被载容量 没有到达安全的这个保障的时候 那就会造成民生跟国家发展 重大的伤害 我举最简单的例子 我们就是林委员跟我的故乡 南投县的日月潭跟水里锡 因为有落差 所以有所谓抽续发电 抽续发电的基本道理就是 白天 白天 用日月潭上池的水放下来发电 供全国兼风时期用 到晚上 全国用电量是离风时期 那靠什么电来把它打上去呢 就是靠核能发电 因为那个时候火力的发电要停啊 一直烧要花钱啊 可是核能发电不能停 那个电力就是把它水打到这个上子去 这样循环来利用 这种发电最干净最合适 可是假如核电没有的话 那像是月潭那个发电 就要靠烧煤炭啊 烧这个天然气 来发电把水打上去 那第二天白天再把水打下来 那不是等于花钱打上去 然后再打下来赚钱 那这岂不是不合乎逻辑 也不合经济原则吗 所以核电有它核电的特殊性跟它的价值 我觉得政府一定要顺重考虑 而且确定要在安全无虑的情况下 才会让核能发电继续来运作的 今天我看到报纸啊 台电公司的副总经理啊 他就针对啊 蔡元文这一段话 他提出来反映 真正如果会核一核二核三 那么核四啊 停建的话 将来啊 我们这台湾啊 整个一定要限建 限电措施一定要 要去实施 那么我请教院长 如果限电啊 一时时的话 那么对我们交通业啊 有没有多大的影响 像现在高铁 台铁啊 都是使用电 那如果限电的话 那么如果限电的话 中途如果万一有一个机组啊 跳电的话 那么马上没有电的话 高铁 台铁做捷印马上啊 又要停下来 那院长有什么看法 这就是必须很慎重 全盘考量的重要的原因 因为你假如没有电 你可能就要再盖更多的火力发电厂 要进口更多的煤 然后可能进口更多的天然气 然后对整个国家的生态环境 空气的污染可能会更严重 那这中间的利弊得失必须有总体的考量 你刚才所顾虑的我非常钦佩 如果限电限一两天 人民的痛苦也许一下就忍过去 如果经常的甚至于长期的限电 那对国际民生都会造成重大的伤害 有关交通的事相关的 是不是请毛部长说明一下 好我来请教毛部长 现在如果核一核后核三毁掉了 那么核四又不再继续兴建的话 那么刚才院长所讲的 又要买那个火力发电的 火力发电的成本一定是很高的嘛 现在发电成本最低的是核能发电 那么如果这是用火力发电的话 电力公司的成本一高 一定要再调高电价 那么电价一调高之后 我想我们高铁啦 还有台铁的这个票价 是不是也务必要随着调高啊 那么是消费的 也是我们全体的国民在收买 那部长对这么看来有什么看来 我想这个委员 谢谢委员提醒 事实上这个有两部分 一部分当然是属于这个 将来在这个 因为现在我们的这个轨道系统 基本上都是用电 所以就等于它这个 因为这部分会有成本这个增加的问题 另外一方面事实上刚刚你也先前提到的 如果供电吃紧的话 那等于它有敏感度 万一说需要这个会 进入到一个就是说这个随时都有断电的这种 供电上不足的情况的话 那当然对交通 尤其这些是基本民生的需求 那充局会非常的大 那么我请教院长 如果依照蔡英文他所主张的 核市啊 兴建完成了不用 那么这个核市场啊 是不是变成全国的最大最贵的文子館 我对今天的讯息还没有去查证 所以我不能去直接评论 但是我在想 如果又花好多钱 把它盖好了 那不商转 这个逻辑是很难想的 今天他是这么讲的啊 报纸就这么登的啊 昨天他在记者会就这么宣布啊 说核市中原是盖好了 以后还是不用 他要变成台湾变成灰猴家园 所以啊 核市长就不用了 那么核市长不用的话 是不是变成啊 老百姓的钱啊 最贵的啊 那个文子館啊 就丢在那边 我看今天的 一家媒体的报纸说 在茶叙当中讲的 那因为不是他正式记者会 正式宣布的策略 所以我一定要有几分的保留 我觉得 由于一方面 他是最大在野党的主席 我作为行政人员 不宜在国会 对他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那我觉得应该尊重他的言论 但是因为是茶叙当中的 我怕报导也不见得百分之一百 都是符合他的本意 只是 你刚才问 我说假如 兴建完成 而不三转 那 那的确是 在逻辑上是 很难想得通的 好 谢谢 以上主席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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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